妈 你不要喊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老板是有老婆的 你怎么会去迫害别人的家庭 当第三者 你怎么会抢别人的老公 竟然还怀了她的孩子 回来了 这么好俩人都在啊 来来来 快坐下 我有话跟你们说呢 妈 您要跟我说什么呀 坐下坐下 瑞生啊 这个呢 你们年轻人的感情啊 我不是十分了解 但是我知道一点 你是非常非常喜欢丹宁的 我想 你也知道了 丹宁她 已经怀孕了 妈 妈是过来人 你瞒不住她 阿姨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要责怪你 我的意思是 你要对她负责 我知道 你为了我的病 已经花了太多太多的钱 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 你尽快地和丹娘结婚 不要等她肚子太大了 到那个时候 就不像话了 阿姨 我们会马上结婚的 那好 妈 孩子不是瑞生的 丹宁 瑞生 你不用再帮我了 丹宁 你说什么 孩子不是瑞生的 不是 丹宁 瑞生 你没必要这么帮我的 你说 孩子是谁的 是我老板的 妈 你不要喊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 不知羞耻的女儿 你怎么能 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老板 是有老婆的 你怎么会去迫害别人的家庭 当第三者 你怎么会抢别人的老公 竟然还坏了她的孩子 阿姨 阿姨 妈 你想想看 丹宁 是怎么令你的 丹宁 又是怎么对我的 他为我们 付出那么多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她是怎样帮我们的 她是怎样帮我们的 你这样做 你还有良心吗 你对得起她吗 你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看上你们老板有钱 阿姨 她 瑞生 你不要帮她说话 她都这样子对你了 你居然还帮着她 你真是太傻 但你 你变了 你真的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有理想 有追求 现在 你怎么变得这样呢 爱慕虚荣 妈 你怎么能为了钱 竟然连自己都可以出卖 钱对你 就那么重要吗 对不起 妈 请你原谅我 我没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大娘 你为什么要告诉阿姨呢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马上结婚的 大娘 你这是为什么呀 你干嘛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阿姨呢 你看如果我们结了婚 阿姨就会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医生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好得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内疚 只要一想到你 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坏最坏的女人 大娘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你对我付出了那么多 为了我 你却坚持 差点被医院开除 自己不休息 还要写稿赚钱 去哪里 都自己骑自行车 还让我打车 你什么都为我考虑 处处关心我 照顾我 大娘 这有什么呀 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爱你这就够了 可是我不能当 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啊 大娘 日成 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我不觉得你对我那么好 我不必要你来爱我了 大娘 我愿意 这是我自愿的 可是我不愿意啊 日成 比我好的女孩多的是 日成 我愿意 我们分手吧 不 你不要和我分手 我知道你心里边怎么想 没关系的 因为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别的我什么都不介意 我只想和你一生一世的在一起 我只想和你一生一世的在一起 求求你 别离开我好吗 隶生 我很感激你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是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时光 感谢你为我们家 所做的一切 感谢你给我的关心和帮助 以后 以后就没有以后了 丹宁 也许不想继续在等候 我就在这里 拼尽所有 你轻易的放手 也许你要的我不想要 也许你要的我做不到 没有你 我的世界就像没了依靠 就算我们不就在一起 就算我们不能相为相依 你是我的爱 一生不变的唯一 就算我们不能各在一起 就算我们不能相为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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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爱 你是我的爱 一生不变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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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们相依 一生不变的唯一 不离婚主动全还在你手里 如果一旦离婚 你就被动了 如果仁华 真的不愿意跟你复婚 你怎么办呢 你看着别人一家 清清我我 清清热热的 你呢 孤孤单单的一无所有 这样子真心不变 我发誓 我一辈子都不会免心的 我有了你 已经足够了 我们把名下所有的财产 分给你一半 还有这间房子 也转到你的名下 作为对你的保障 我最后的住居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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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